大家好,我现在河南云台山风景区 上午我们已经欣赏过了红石峡 下午我们去做索道登到最高处 去欣赏凤凰林景区 现在有点出太阳了 雨稍微下小了一点点 看一下山上云里有屋里 那上面有个索道 那应该是最高峰了 这边就是那个紫房湖的水库大坝 我们简单欣赏一下 然后就要去准备做索道 去那个凤凰岭 看一下远处特别的美 已经到达凤凰岭的脚下 这边就是凤凰岭所到 全长2.5公里 那上面都已经到云里去了 我们去买票准备去登顶 这个是柿子树都黄了 看一下那个山峰特别漂亮 已经坐上锁道了 看一下这个钢丝绳好粗啊 现在出点太阳了 稍微有点热了 不过还行 到了山顶上就会比较凉爽 已经下了锁道 看一下这个画面 非常的美 就像在仙境一般 现在我的位置大概是在海拔 1000米左右的地方 基本上就是在云里面 所以说能见度非常低啊 先我们继续往前边走边看 看一下这个画面 前面有点只凤凰 所以叫凤凰岭 当然它的传说有很多 我在这里就不做过多的介绍了 就是现在这个云实在是太多了 导致在这顶上看风景的话 看不了多远 然后这边有一个老军殿 先我们走近点来欣赏一下 再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远处的那个阁楼 云里雾里 是不是像仙境 再看一下这脸只 可爱的凤凰 从这个角度来看一下 老军殿的正面 我们走上来看一下吧 它还有另外一个方向 可以走到猪鱼丰 然后从那个猪鱼丰 嗯 再做索道下去 但是我选择了原路返回 里面就不进去了 我们就站在门口看一下 这里有很多的起伏的 那个红袋子 在华山上也有很多 走 我们再走到前面那个阁楼那里 去欣赏一下 如果没有这么多云的话 那能看很远的 这上面的温度要比下面低了 大概两度左右 因为在下面刚才还有点热 现在感觉凉爽多了 非常凉快 我们再往前走 走到那个观景台那里去 当然现在只能看云 其他啥都看不了 云里雾里 云台山啊 真的是 今天让我感受了一下 什么叫云台山了 真的全部都是云 如果是那种万里无云 大晴天的话 现在我这个位置 应该能够看到 焦坐市区方向 因为这里海拔大约一千米 还是能够看得很远的 但是现在你这样往前看的话 它都是云嘛 所以说我现在是在云里面 所以这是啥也看不了了 它这边还有玻璃栈道 20块钱 你这个钱花了 就跟我这个看的是一样的呀 啥都看不了啊 所以我们到这里就差不多了 如果他走另外一条线路的话 就是从我这个凤凰林走到朱渝峰 他那边也有索道下去嘛 对吧 那样的话 在大概走一个半小时的山路 才能到达另外一个索道站 就是朱渝峰索道站 所以说今天就这个云里雾里的话 你再往前走的话 也没有那个必要了 所以说我还是选择从凤凰林所到 原路返回下去 这样可以减少走很多的路 如果天气比较好的情况下 那就另说了 这个门是开着的 可以走进去 它这个里面是有楼梯 可以往上爬 但是你爬上去 也是什么都看不了 所以我们还不如就在这里欣赏一下吧 现在我是站在这个阁楼里面 看一下这个大门口 如果能拨云见日的话 那种感觉真的是先进啊 但是今天实在是 没能让我体会到 波云见日的那种震撼的美感 这个没办法 最近这个天气 它都是这样的 已经坐上索道下山了 因为在那个山上的话 真的是什么都看不到啊 你看现在就能看到山了 怎么说呢 今天坐索道这个前 算是彻底白花了 因为如果天气好的话 在那个刚才那个观景台 能够看到远处的玻璃栈道 还有交错市区方向都能看得到 但是天气不好 基本上什么都看不到了 淫厉无理的 所以说以有吃一切长一智吧 以后不管到哪里 凡是像这种高山的话 天气不好 一定不要爬 因为你到山上就在云里面 真的是啥也没看到啊 今天 说实话 你说这个 是不是 如果天气好的话 真的能看很远的 能看五十公里啊 都能看得到 叫做市区 就像现在我看底下的个村庄一样 是不是 特别的美 但是它这个 怎么说呢 今天这几天天气都不好 所以说没办法 再看一下另外一个方向 这边这个大峡谷 我看一下 从这边看会更加的高清 那就是我之前走的 那个叫紫房湖水库大坝 那个下面就是红峡谷 红石峡大峡谷 我已经走过了 这个也是来云台山 非常重要的一个景点 游玩那个大峡谷 还是比较累的 因为上上下下都是楼梯 从这个位置看一下紫房湖 再看一下旁边的这个山 就是那个山顶上 全是云 真的要是山顶上没有云的话 那该多美好啊 回头看一下 这是索道的钢架 再抬头看一下上面 这个索道直接就进到云里面去了 你说在那山顶上 它要是能波云见日的话 那该 真的 那就像那个黄山的云海一样 那可美了 但是今天没能体验到 那种波云见日的美感 你再看一下远处那个山脉 是吧 隐隐约约的 多美啊 真的 今天运气不好啊 没能看到我想要看到 那么好的景 当然来这之前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只是 当你真的到了这个山顶上 发现啥都没看到的时候 这个心里的这种落差感 还是比较大的 已经到达地面 等一下从这里乘车就可以返回到游客中心了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凤凰岭 看到没有 就那个山顶上有一大片云在那里 它不走 知道吧 其他地方都是波云见日的 它唯独它就是那个云啊 它往往遇到了高山以后 它就会形成一个气旋 它就会停止 那个云就不走 它就一直围着那个山在那里转悠 所以说今天没办法 这个实在是 到了这个最高处 你也看不了多远 你看那个下面 它就没有云 它唯独就那个山顶上 云多得不得了 实际上最高峰是那个猪雨峰 那个锁的 那个比这个山还要再高一点 海拔1200多米 这里面门票是120 然后观光车60 然后锁到这个来回往返是120 那就是300 再加上我还坐了个大峡谷里面 那个电梯20 一共是320块钱 如果你在这个上面还要去走 那个玻璃栈道的话 再加20 大概全部费用加起来 340块钱就够了 今天唯独就是这个锁到 上去啥也没看着 其他那个大峡谷 我觉得还是值得的 看一下这个柿子树都红了 好了 那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 美丽的云台山 下期见